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是这个速度吃的话 也有可能60天也生不了 要超天 要超天 再一个你得记住了 它生产之前这两天 晚上那一对要少胃 因为它生产的时候要吐 对吧 它是不是生产之前就要吐一口 上一次生小牛王的时候 还有上一次生九只的时候都得吐 吐完了之后你弄的那上面 全是那个啥 食物还得给它清扫还得擦一遍 弄的身上也有 所以说咱就给它到时候减量 这是最后一对 下一对再吃的时候开始给它减量 就这还多呀 我感觉我们按了就塞了些牙缝 你说不多 全是干肉 一大堆干肉 然后再加一摊狗粮 再加两个鸡蛋 你这是想躺还是想干啥 咱俩又说要想躺 还要给它整点汤不 喝汤吗 一会再喝 就这状态 不超天才怪的跟你说 给它加汤永远没有肉 喝两口你看 不打喝了 我们安拉这一次 没有上次那肚子明显 没有那么大 也有可能 它是肚里边小狗没有那么多 小狗不多的情况下 有可能 会往后拖两天 就生的晚 对吧 上次女王的时候65天生的 咱家如果说真的到65天生的话 还得一个礼拜呢 还有一个礼拜那肚子就显大了 那大爷的小狗大也不多 对那肚子显大了 看看 刚吃饱能摸出来 摸摸这一块 你要摸这一块肯定没了 肯定摸不着 对 你要摸这行 你给他挤一挤 还有几个奶水 有水 挤了没 早晨是一个 早晨一个 别躺着了 咱站前溜溜吧 别躺着了 溜达溜达吧 哎呀这食欲太太猛了 这食欲 比现在我们妞妞吃完这俩小狗还猛的 妞妞吃完这俩小狗 食欲都没那么猛 但是我们现在是球也不玩的 你带他出去溜达的时候 他也是光靠着你腿走 也不远跑了 还一个情况 他不会空窝吧 这可没准 你要是看肚子的话 心里不会凉 绝对不是 有抬动 这给我弄迷糊了 但是妞妞那次空窝 就空了两次不就那样吗 有奶水 每天摸他十遍 每天摸十八遍 老师有点态动 有态动 态动那个就是 冻的稍微少一些 你看 这有今天又说了红窝 你糊弄自己的在这 反正就是58天了 心里边还是说没底 有的人说那你还不给他做B超级 这快生了还做啥呀 不做 有就生 没有就拉倒 不用做B超 这也不用给他做了 我妞妞做了一次 就上次也是那样 做一次就生4个 妞妞做了一次4个 不做了 B超不能做 有辐射 再多的狗给你一拍出来之后 你就4个完了 其他的狗就没了 他就那个辐射都给你带走了 你们说能空窝不家人们 如果摸到太动了 他还能空窝不 完了 再接着转 走 活动吧 活动吧 反正就是说 空窝的概率我觉得几乎为零 他就是说多少的事 没问题啊 绝对能 逐渐 第三个